我家有球盘,谁说我打球,在社区里,然后我就联系了五个人的小球队,然后每天晚上就打一个小时球,我跟你讲啊,我用了干系包之后啥感觉,你看我都五十六岁,啥感觉,80后90后00后三个年轻人,每个人打半小时休息,打半小时休息,只有我不休息,我一对三,我能打一个半小时,所以去年用完了这个四次干系包,免细胞之后,我发现我好像三十岁, 都没有现在体能好,真的是的,就包括杨总,我们俩打球,每次都是他说不行了,他说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能好啊,这样子,我还没尽兴,所以说你看了,这就是干系包,让我恢复五十几岁,恢复七十岁的精神,状态中医院,也比我年轻人好,对啊,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至少年轻五岁以上,原先我体重不错, 是多少,原体重126到128,现在就是112到115,你看了吧,这个干系包用啊,脂肪都不堆积了,他的代谢能够提高了,整个肠道消化系统,免疫系统,分泌系统,包括睡觉也好,而且视力也不模糊了,明白吗,还有一个,我的膝关节是有问题的,我小时候,在黑龙江的时候,我是爱踢足球,跟男孩子一样淘气, 然后有一次踢足球,就把这个腿闪了,闪完之后,腿膝盖腫磨很高,一个礼拜不能下地,吃那些跌打丸的什么,结果从那之后就坐下了一个老病根,就是上楼梯,上山,下山,一到下山,你就必须打着你肩膀,抛着你才能打下去,然后一到下楼,得拉着扶手, 然后这个腿要不小心就哐响一下,然后最后一天就坐,理解了吧,坐下这个毛病了,结果去年打了细胞之后,好了,过红绿灯,然后地铁上下,我就能跑,过去是绝对不敢跑的,所以说这个肝心胞在我身上发生很多作用,包括你现在说我头发,我头发都没举过,没染过到现在,一次没举过,没染过,就是比联系的黑了好多,好多都会分头,为什么又黑又亮了,没有疾病,没有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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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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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对不对 好多人60岁就贪在那里 就成为家庭的负担 出门坐轮椅 那好恐怖啊 是不是 都成为家庭的累赘者 不在啊 健康家庭的不在啊 所以说我们先 先第一件事干嘛 储存呢 我们现在啊 马上明天就体检 明天要你坐在家全体检 全都存起来 全都存起来 我已经存了四份免疫细胞 因为我的指标还比较合格 所以说我五十多岁了 还给我存免疫细胞 还挺幸运 去年存了两份 今年存两份 存四次免疫细胞 我还要存 因为它一个季度 只能抽一次血 存一次 一年最多只能存四次 存四次 为什么这样存 我今年五十六岁 我六十六岁 我也打五十六岁的细胞 是不是不是啊 年轻 我七十六岁 也打我五十六岁细胞 那我八十六岁 也打我五十六岁细胞 还是相对年轻的嘛 所以我的免疫细胞 它是自己的 百分之百相得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免疫细胞 是抽血就行了嘛 所以这个从二十岁 到六十岁之内的 只要相对比较健康的 都可以存 但是体内有些病毒了 或已经癌症了 已经癌症 做完化疗的是不能存的 哪怕三十几岁得了癌症 做化疗也不能存了 没用了 所以说一定在健康的时候存 千万别等着生病 你身体细胞都生病了 效果也不好 质量也不高 明白吗 所以说要找存 存储系统 奉住我们的未来 谢谢